那么您在用这个Windows7的档案总管 好 那么首先第一个 您看我们在这个Windows7里面 第一个您的档案总管真的不一样了 长得像这样 长得像这样 那么 等一下呢为了证明给你看 档案总管真的一点改进 就是一点长进都没有 他那么久都没有长进了 我这里呢 特别找了 各位有没有很久没有用过Windows98了 我们让一下给各位看一下 你就会知道Windows98长什么样 那你再看它里面的这个档案总管就知道 真的差不多一直到SP没有太大的差别 那利用它在 运作的同时呢我先给各位看一下 这个就是所谓的虚拟系统 虚拟系统 有没有Windows98的开机画面 好进来了 现在这样子的情形用Windows98会觉得特别快 因为你用跑车去跑这个古董级的 会很快 那重点是你看档案总管有没有跟我们 以前的SP有没有很像 真的没有改进嘛 对啊 所以说为什么说它那么逊呢 好 那么现在呢我们就来看一下 这个我就先收起来 好 那么您如果打开了我们的现在的Windows7的档案总管 首先您第一个会看到就是左手边 好在这边 您看一下 在这里的话呢 它 好像我们最上面那一列不见的 有没有 档案啊 编辑啊 检视是不是不见了 对不对 那么您现在呢如果要 假设你平常就习惯把它显示出来的人 你可以在 组合管理这边来做 那如果你是属于暂时性的 暂时性的其实您可以像这样 I'm true author 有没有发现跑出来 I'm true author不要放 真的 Alter 不是Alter Alter 那Alter的话呢它就会暂时跑出来 有没有 那如果您想要它 它能够长时间的存在的你就从组合管理这边 您看一下这里有一个 版面配置有没有 组合管理里面 这里有一个版面配置有没有 那个功能表列 功能表列 所以 如果说你想要它永远出现了就把这个勾起来 它就 自动就跑出来 你看我把这个 里面就永远都出来了 所以这个是第1个你可能刚开始会不太习惯的地方 那 再来呢我们来看一下 事实上还有哪些不一样 我们再看看 光节器好像不见了 这次光节好像变得比较聪明一点点 也就是 平常 你如果没有光节片在光节器里面的时候它事实上没有让你看到 所以你会觉得奇怪我的光节器好像没有 那你放进去之后 那个光节器的代号才会跑出来 才会跑出来 所以您可以看一下像我们在这边 您可以发现像我这里 你看像我在这边 我的电脑我的notebook是有光节器的 可是里面有没有光节器的代号 没有对不对 好所以直到没有放进光节才有 好才有 除非说你点到这边就找右手边 右手边当然也有 但是在我们一般习惯的左手边的这个清单里面 它会自动隐藏一下 会自动隐藏一下 那 另外呢还有什么地方不一样呢 这里有一个叫自动展开到目前资料讲 这个呢 我给各位看一下 现在萤幕变得比较小 就是比较 比较难让各位看得比较清楚 什么叫自动展开 我们打开总管一直有一个很大的缺点 它永远都记不起来 你最后再用哪 有没有我们打开每次都是从开始 然后就稀草低草 对不对 阿永远都记不住你最后用 在什么地方使用过吗 最后是用在哪边 那所以呢如果说 您希望说有这样的自动展开到目前资料夹 你看一下 这个你看我们打点一下之后 它会像这样 对不对 那您到这个组合面板 这里有一个 资料夹跟搜寻选项 对 好 有一个自动展开 你看我们操用一下 点到它之后 点到它之后这个地方 就是我点到如果稀草 那它会自动把下面的就展开来 跟有点像我们之前左边那个树状列 所以如果您觉得您不太习惯 新的这个版本 像这样的话 您可以就是 点到磁碟基代号 它下面就自动展开 就自动展开 这样子在使用上 就会比较方便一点 也是跟之前有一点点不一样的 你看我现在这个搜寻 我点到这一个 这里没有 自动展开 这个效果 不是很明显 没关 再说明一下就是媒体柜的这个设定 你没办法汇出来 所以万一你要拿到不同电脑或者电脑重装 那个媒体柜的设定要重新再做 还原是不用 你如果是那个用所谓的 复原的那种不用 但是如果你是 就是重新安装的 那那个设定 你没有办法汇出来 所以这个是目前它一个小缺点 一个小缺点 这个你参考一下 那 我们现在再往下一个主题 你好 谢谢大家